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能明白吗 太好了 侯爷平安无事 平安无事 太好了 先生的意思是挑唆军营划遍的 是平南王的人 没错 正如之前猜想 平南王的人在通州已有据点 并且已经渗透到通州军营之中 前几日我已派刀琴秘密前往通州 监视军营的情况 京城 军营突然异动 刀琴第一时间飞鸽传述给我 我立刻派了一选前往通州 阻止冰暖 算时间 现在也该到了 先是欲如意暗 再是交给定国公的那半封书信 如今又是军营 倘若燕家轻赋 则通州之地会乱 精灵兵马可长驱直入攻进京城 原来燕家之事背后 还有这么多人在搅弄风雨 怕了 不怕 学生来这一遭 就是为了逆天改命 不管多少人要动燕家 学生都会与之为敌 你 先生 怎么回事 为何兵乱还不起 公仪先生 果然是你啊 就是他 就是他阻止了花边 公仪先生 你我好歹都是谢娟的朋友 咱们不必如此吧 吕赵尹 谢威背叛王爷 你们就不怕死吗 阁下 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 今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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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都做不了 就凭你 就凭我 我 上面那边 上面那边 银鱼 臭虾啊 都不一定能尽他的性 你们今天坏了王爷的大事 若被王爷知道 到时候你们便是朝廷的逆党精灵的叛徒 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这就不劳公仪先生你费心了 到前 动手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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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